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掰开 这样子丢进去 对 这样丢进去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陈老 如果我要是煮的话 需要煮多少时间啊 煮呢 你可以煮个20分钟都是可以的 煮20分钟 对 煮的时间长一点是没问题 但一定要盖上盖子 要不然那个姜味就全散掉了 全散出去了 对 我的建议是如果说是方便有条件的情况 你再加煮一煮 然后再把它装到杯子里 然后再带到办公室 然后每天你就可以再加水泡 这个只能喝半天 那是上午喝还是下午喝 上午喝 我们说姜茶 这个我们要焖 我们一般是要把它这样焖制 盖子盖子 那么我们说姜茶呢 是不要过午喝的 午后我们就不喝了 一般就是上午 在上午我们要把这一杯给它喝完 过了下午以后就不喝了 除非是说你晚上要熬夜 像我们今天要加班的情况 你为了让自己精神一点你可以喝 但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中午之后不要喝姜茶 为什么中午之后不能喝 因为有个老话嘛 叫早吃姜 补药汤 午吃姜 四批霜 四批霜 晚吃姜 渐炎旺 这么严重啊 对 因为姜呢 它是一个热性 它是提升氧气的 但是它是入心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午后的时候吃姜呢 它就会导致心火太旺了 然后你人会特别特别的精神 特别是到晚上 反正它让你特别精神就没办法安睡 所以包括现在我喝完了之后 我就特别精神的原因 其实就是喝了这个姜 对 它会扰乱心神 特别是如果说有的人 朋友他晚上喝酒 千万不要一边喝酒 一边吃姜 或者是喝姜茶 因为姜喝酒加在一起 叫姜酒百日烂新 以前古代有个施工案 就讲这个 有一个人他很恨一个朋友 他就每天晚上请他喝酒 一边请他喝酒 一边请他吃炒的紫姜 每天晚上坐到那个人 结果过了一百天之后 这个人就烂心而死 天哪 实际上就是说 心火太旺了 他就中毒了